我們下一個議程是從SEIK AI 談機器權限影視與公共性 我們這個議程是從5度分開始到2點半 歡迎郭彥 郭敏 我最後會講一下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跟個人的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是直接開始 我今天只會講兩件事情 就是隱私跟公平靜 這個是這份投影片的網址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些數學的定義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無聊的話 你可以先來開一下投影片 那很無聊地方可以快轉 先開一下後面的事情 我剛剛說我只會講兩件事情 所以這邊是一個好消息 或者說是一個壞消息跟大家講 就是我不會講機器權是什麼 我不會跟大家介紹什麼 bancropagation 什麼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之類的東西 那好消息就是你可以在這裡面講的東西 你可以把機器權是當成是一個函數 或者是當成一個就是程式 一段程式 你丟了一些輸入的資料進去 它突出一些輸入的資料出來 那它突出來的東西是一個機率全部 然後我們講的都會是分類 classifier的內器 好我先講公平這一件事情 這個是 兩篇論文 這個是等一下我講的一些東西 會很常reference到的 的兩篇論文 然後如果有其他reference 我會在投影片裡面放 但是這個第一篇是 Dork的2012年的論文 第二篇是Burk的2017年的論文 所以等一下你看到什麼Dork 2012就是這篇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下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我等一下講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來自這裡的 好 那公平這件事情 先開始講 公平這件事情 不太容易做到 所謂的不太容易是 我們講說要公平 就是不要 比如說不要 通常就是講說不要因為一些人的 一些特殊的屬性給它 差別待遇嘛 比如說它的膚色 或是人種 或是性別等等 那對比較粗淺的情況來講 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還算容易吧 你就忽略了這件事情 你就忽略它是男的或女的 然後就可以平的對待它 你就忽略它是黑人或白人 或是黃州人 那就可以平的對待它 那接下來會有好幾頁 就是在講說事情 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公平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好第一個事情 是我剛剛講的那種做 Fairness through blindness 就是我閉上眼睛不看到那些 讓它被歧視的那些屬性 那我就可以公平對待它了 但是其實是不是夠好的做法 在機器學習裡面有一個 或是 Big Data 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Redundant Encoding 對不起 我的頭影片有很多英文 所以我會好好解釋它是什麼意思 Redundant是多餘的意思 Encoding就是把一些屬性 用某種方式編碼到另一間屬性裡面 Redundant Encoding講的事情是說 一個人是黑人或白人 你可以一照眼睛不看他 但是他的某些 他的這個人種的性質 可能會被編碼到其他他身上的屬性 然後你可以透過那些屬性給他差別待遇 那這裡舉個例子 第一個 Redlining 是可能在台灣比較少聽到這個名詞 在美國這是一個常聽到的東西 他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年代左右的地產開發商 他們或是保險公司 他們在你要投保的時候 他會給你不同的寄費的標準 那怎麼看呢 他不是看你是哪一種人 不是你的性別 他是看你住在哪裡 住在哪一區 他可能會因為你住在哪一區 而給你不同的寶貝的計算的標準 那這個為什麼會構成 不公平或騎士的條件呢 因為當時很多的人種 是不定住在哪一區的 就是大部分的人種是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他根據你住在哪一區 就可以給你 就可以給黑人跟白人不同的差別待遇 那這個就是Redundant Encoding 就是一個人的人種的屬性 被寧扣在他住在哪一個地方 就等於是寧扣在他地址的資訊裡頭 所以在機器學習裡面 如果你拿到一排人的資料 你刪掉他的人種的屬性 但是你保留他的地址的屬性 地址的這個屬性 並且跟他來做一些計算的話 你還是有可能得到一個 會騎士黑人的模型 第二個例子是Gadar 這個是比較非真實的研究 我記得好像是2012年 大概也是那個時間吧 但是這是有一個人拿到Facebook上面的 profile的資料 每一個人的profile的資料 然後Facebook的資料 不會告訴人家說你的興趣 就是你是同性戀還是一性戀 都不會講 但是那些人可以用Facebook上 你可能可以得到的公開資料 從你的性別跟你的朋友們的性別 就是你的親近的朋友們的性別 去大力的估算你到底是 一系列還同性的 而且準確度還很高的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可以把你的 心取向還可以引扣到你的 你的其他的社交行為的屬性裡頭 然後你用這個方式就可以把這些 那些原本應該要被刪掉 然後可不可以讓人發現零次的資料 可以重新挖掘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最常被提出來的例子說 你光是閉上眼睛不看那些屬性裡頭 是不夠的 還是有可能得到一個會激視人的模型 第二個情況是這樣的 這個在機器學理上叫做 Compution Matrix or Compution Table 所以我稍微解釋一下 你只要看這四格就好 那我剛剛說機器學習是一個函數 你輸入一些資料 它突出一些機率分佈 或是突出一些預測 預測你是成功或是失敗 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模型預測的是 比較嚴肅的問題 比較嚴肅的問題是一個人 他在被法方判刑的時候 這個系統會預測你再犯的機率 犯人的風險 犯罪的風險 逃予的程度 然後協助法官去評量你 就刑期 那Success的意思就是 你成功的度過假試期沒有再犯 Farure就是你在假試期裡面再犯 所以這個模型預測的就是兩個 出來的就是兩個結果 成功或是失敗 你成功度過假試期我失敗 所以這一排是被系統預測成功度過假試沒有再犯罪的人 這一排是被系統預測失敗沒有再犯罪的人 就是在假試期有犯罪的人 然後橫的這一排是系統預測 橫的這一排是你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再犯 那就是這一排是你實際上在假試期間就犯罪了 這兩個是你實際上在假試期間沒有犯罪的 所以我剛剛說的是一個是系統預測你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你本人會有兩個情況 二成本人會有四個情況 所以總共應該會有四個組合 那為什麼舉這個複雜的東西呢 這是要給大家看說在評估那個 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它的預測的結果的時候會有四個複雜的情況 然後你需要去分別對這四個情況收集資料 那如果你只收集到一部分的資料的話 你對這個模型的準確度的判斷就會有問題 那下面的這個 這個是HERB在這篇論文裡面整理出來的 就是Accuracy以及 Quality 這裡面講的是說 即使你的模型不會特別對某些人的屬性 估算它然後造成歧視的行為 但是如果社會上有一些少數的族群 他們因為比較少數 所以你對他們收集的資料比較少的話 那同樣這個模型訓練出來 我們的模型因為資料越多 我就會做得越準確 所以那些少數的族群你能夠收集的資料比較少 所以在社會上那些人 這個模型用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準確度就會降低 所以即使你用一個好的做法 然後整理好的資料 然後你把剛剛那些編碼的問題都去掉 光是收集資料這件事情 就有可能讓你的模型會對少數族群有偏差的預測 就是意思就是那個 確定靠理就是對於兩種不同的族群會有不同的準確度 然後第三個是機器這件事情會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 這個 這是 常常有人問我說 天見跟騎士這種事情是自古以來都存在的 人類社會一直存在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關心機器 機器學習跟演算法或有其事 原因是因為 演算法跟機器的模型 是一個被大量部署去做自動化運作的一套系統 那如果你讓人類本來就有的甜鹼 進到這種系統裡面的話 它會產生的效應可能是你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因為它會自己反饋 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叫做 這個型態叫做 Run-Way Feedback Loop Feedback就是反饋 反饋的意思就是 一個系統的輸出被用某種方式 衛回了它的輸入 然後繼續構成一個迴圈 所以那個系統會被一直濕到自己輸出的東西 就是你們聽搖滾樂的話 就會有其他的反饋的聲響 那Feedback Loop就是 就是那個反饋所造成的迴圈 Run-Way Feedback Loop就是一個 你沒有預測 你之前沒有想到 在設計系統的時候 沒有想到會出現的反饋的迴圈 然後它可能會造成 你之前沒有想過的結果 這個例子是在 Predictive Policing裡面的Run-Way Feedback Loop 又要只是一個更嚴肅的系統 Predictive Policing 是一個 也是美國在部署警役的時候使用的系統 這是一個其實蠻有道理的想法 就是 隨便舉個例子 假設在芝加哥市 芝加哥市的警地有限 那作為管理這些警地的人 他們當然就希望這些警察的實力有合理的分配 那他們就會看過去芝加哥市裡面犯罪的歷史 那假如這一區之前的犯罪率比較高的話 我當然就應該在那邊多部署一些警地 那如果那邊犯罪率比較低的話 我就少一些人去那邊就好了 那這一切看起來都非常合理 這個系統設計也很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讓這個系統跑下去會怎麼樣呢 就是原本犯罪率高的地方 因為它過去有這個歷史 所以你就部署比較多警察在哪裡 在那個地方 那比較多警察 他們就會抓到比較多的犯罪事件 所以接下來那個地方的犯罪率又會繼續的變高 所以這個Roundaway BR隊伍的結果就會變成 你的警察部署的方式強化了那個 強化了這個地方被在那個歷史資料裡面 引出來的情況 所以一旦部署這個系統下去之後 接下來的歷史資料都會有偏差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為什麼公平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是我們很多機器學習的系統都是部署在私人企業上面 他們私人企業的目標其實是追求商業上的利益 所以他其實並不會因為某些事情不公平而主動去改 不見得會因為某些事情不公平而主動去改正他們 他們有可能會為了要追求利益的關係而 想辦法繞過那些公平的機制 所以同樣的也有舉兩個例子是 這個在論文裡面有講到就是實際上出現過的例子 但他沒有講是哪一間公子 Self-Profearing Prophecy 意思是說 我在 比如說我在面試的時候 我面試的時候不會 表面上我不會對於特殊的人種有歧視 但是我可能會在面試的過程中 特別雇用一個少數族群的人 然後他的表現是 特別雇用一個表現不好的少數族群的人 然後讓他來進到我的公司裡面 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看少數族群的表現就是不好 然後接下來就讓大家繼續 繼續留有這個機制的影響 就是那些公司可能會想辦法 用這個方法繞過公平 就是要求你公平面試收視者的機制 那reverse tokenization 剛好是跟它相反 所以剛剛那些那台例子 在講的都是在過去在2000年裡 Big Data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比較覺得說 公平這種問題 或是歧視這種問題 我們只要不要看它就好 我們把那些資料全部刪掉 然後不讓它進到系統裡面 就不會有事 但是這些例子告訴我們 其實公平是一個 你要主動積極的去介入 然後去校正那個系統 它才會真的發生的事情 公平不會是自然發生的 所以現在的趨勢是 我們要一個公平 公平對待所有人的系統的話 那你要對那些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都有意識到 然後主動的去校正它才行 那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全部都是不公平的情況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提醒 什麼系統不公平 什麼系統不公平 但是如果現在要主動介入 這個系統的設計 然後我們要求這個系統 被設計出來的時候 就要主動公平的原則的話 事情就開始更複雜了 我們要先講清楚 什麼叫做公平 我從剛剛一直用這個字 用到現在 但是公平這個字 要怎麼定義 其實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有好幾個 不同的定義 我會儘快的把這些東西講完 那如果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太數學了 然後你們不想聽的話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是公平的定義有好多種 至少有這三個 那這三個裡面 還有各個小小的不同的分類跟變形 所以只要有人告訴你說 我今天設計一個系統 它一定不會發生公平上的問題 它一定是 一定是 在各種情況下 都會平等得到每個人 那它通常不是說謊 因為 因為光是 你到底是符合哪個公平條件 就會難講得清楚 我這邊會講 Group Fairness 跟Individual Fairness 和第三個 Equal Opportunity Group Fairness 是把一群人 看成一個整體來看 我希望在看這一整整整群人的時候 我對待他們是公平的 Individual Fairness 是講 Individual Fairness 是講我對每一個個人是公平的 就是 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被公平的對待的 這是Individual Fairness 追求的目標 那 Equal Opportunity 是一個 Group Fairness 的變形 然後它是一個 比較後來才提出來的東西 Group Fair Group Fair Group Fair 最典型的做法 是 Statistical Priority 那 這是 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 Combusion Matrix 然後我說 這個是 直的來看是 系統怎麼預測你 橫的來看是 你實際上是怎麼行動的 那 Satistical Parity 是說 對 我剛剛說 就是總共 總共 你的系統怎麼預測你 跟你會怎麼形成 有四個情況 二重有四個 所以這四個合起來就是所有的人 所以這幾個加起來就是 你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那這就是底下的這個分目 然後上面那個A加C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系統 預測你是 Failure 的比例 這是系統 預測你是 Success的比例 所以這個部分還很簡單 所以這個部分還很簡單 Satistical Parity是說 如果你的社會上 分成幾個不同的族群 假設就兩個族群 這兩個族群 這個數字應該要一樣 這個數字也應該要一樣 聽起來很抽象 但其實很簡單 他講的就是 對於 如果你的 他講的就是 這個系統對於不同的族群 每一個人 他預測你是 好的或壞的 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預測 比如說 隨便一個問題 我預測男生好的機率是40% 那這樣講還是很抽象 但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新加坡的公共住宅 叫做祖屋 這個例子應該比較好懂 他們的公共住宅 跟我們的社會住宅 不太一樣 他們的公共住宅 是可以買賣的 不像我們 是只能夠用租的 那他們會 蓋一棟一棟的 二十幾層的那種 那種高樓大廈 底下會有一個空間 讓居民一起做公共房間 然後 新加坡政府認為 那種高樓大廈 因為你要買那個住宅 是不能夠自由買賣 他需要做一些管制 他管制的原則是說 如果假設你的 新加坡人口的 華人佔百分之十五 馬來人佔百分之十五 印度人佔百分之十的話 他希望每一棟屋裡面的人 也是這個比例 那華人佔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華人要賣住宅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賣給華人 因為他隨便找一個買家 很有可能就是華人 所以華人要賣住宅的時候 不會受到管制 但是馬來人要賣住宅的時候 會受到管制 因為他很有可能會被賣 很有可能會賣給下一個華人 那比例就會失衡了 所以新加坡政府會限制 馬來人要出售你的祖屋的時候 你只能賣給馬來人 就是為了調配那個 那個祖屋裡面的比例 那這個我剛剛講 statistic parity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做一個模型 是預測你能不能買這種祖屋的話 那他對這三個祖群 他對這三個祖群輸出的 你可以買這個祖屋的幾率 會是一樣的 這樣才能夠讓華人 馬來人跟印度人 同樣一起住到那個祖屋裡 那這個做法很直覺 而且其實不需要太複雜的數學 就是新加坡政府在剛開始讀政策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做法 所以這個做法是容易說服人的 而且不用太複雜的數學 那現在來看的話 他的好處是他可以完全排除掉前面講的 也不會因為你的其他的屬性 除了人種以外的屬性 而把那些歧視的行為 讓那些歧視的行為 重新跑進你的系統裡 但這個做法很沒有效率 很沒有效率的意思就是 舉個例子 剛剛這個例子好了 假如你是華人的話 假如你是華人的話 你帶入這個情況 假如你是華人的話 你就有可能遇到的是 你的出價比別人高 你想要買一個祖屋 你的出價比別人高 但是因為這棟祖屋裡面的華人的配偶已經滿了 所以其他出價比你低的馬來人跟印度人 買到了你原本要買的那個房子 所以如果我們要公平對待每個人的話 應該是看起來出價高 我就可以買到那個房子 但是要求要Statical Parity的話 就容易發現這個情況 雖然整體上看起來 在本機上看起來 這個分配是公平的 但是你作為每一個要買房子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自己 被不公平的對待 就因為我是華人 所以我就不能買 那就會讓你生氣 所以這是這個後面講的 這個Innovation的意思 就是它的分配在經濟上面是不小 不夠有效力的 它的效用不夠好 第二種討論Fairness的方法 是Individual Fairness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希望讓每個人都感受到 自己是被公平的對待 那這個條件大致上的 基本的形態上是這樣的 這有點複雜 先從這邊開始看起 我假設我現在有一個分配的演算法 叫做N 它的輸入是從V這個地方輸入的 然後它輸出的東西是Delta A 那這個都是圖號 但是你就想成 這是剛剛那個分類的演算法 然後V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要買這棟房子的人 那這個演算法N會告訴你說 你到底可以買或不可以買 那所以可以買或不可以買 就兩個情況嘛 這個就是A這個符號 所代表的意思 只有兩個情況 那Delta A就是 可以買或不可以買 上面的機率分布 所以如果我是無謀名 我被帶到這個N的話 它就會告訴我 兩個機率的數字 可以買的機率是多少 可以買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式子就在講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們要的是 Individual Fairness這種情況的話 我會希望這個分類的演算法 是看我跟另外一個人去比較 比如說我跟林玉昌比較 然後我跟林玉昌比較 然後我如果跟他條件差不多 就是在買組的情況 我跟他出的價差不多的話 那我買到這種房子的機率 應該不要跟他差太多比較好 這就像是在考試一樣 如果我寫的答案 考卷上寫的答案 跟另外一個人考卷上寫的答案 差不了太多 差個幾個 那我最後分數 應該不要跟他差太多 他是幾個 然後我是不幾個 這樣我覺得很不公平 這就是這個條件在講的事情 這個大D跟小D 基本上都是距離 所以他在講的就是 吳波銘帶進這個N之後的機率分布 跟林玉昌帶進N之後的機率分布的差距 他應該要小於這個數值 就是我跟林玉昌之間的差距 那這個數值是數學上可以調整 但他基本上講的就是 輸出的結果他們的差距是被控制的 被輸入的結果的差距是被控制的 被輸入的結果的差距是被控制的 好 好 那 第三個 第三個關於公平的條件是Egoogle Opportunity 這個就是稍微 稍微更複雜一點 我直接調到下面給你看 比較好解釋 這個是 這個是 Google 他們寫出來的一個網頁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開這個網頁來看 它是一個互動的網頁 基本上它做的事情跟 Group Fairness 很像 就是剛剛講的 Statistical Parity 很像 但是 Group Fairness 是把所有人一起考慮 在Egoogle Opportunity 是 我不考慮所有的人 我只考慮那些 最後真的會 真的會通過的那些人 那 要用這個例子講比較具體 這個例子講的是 銀行貸款 就是 我決定要不要把錢貸給這個人 那 銀行貸款 基本上要求的是 我貸款給你 最後要還我 你不能夠把我的錢 全塊然後拷掉 所以他看的就只有這個條件 那 在這個圖裡面有分成藍色跟橘色兩個圖群 那 有顏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貸款給他 他實際上會真的還錢給你的人 對橘色的來講也是一樣 灰色的部分就是你貸款給他 他不會還錢 他會跑掉的人 所以你看到 藍色跟橘色他們都各自有兩種人 一種人是會還錢 一種人是不會還錢 一種人是不會還錢 會還錢的跟不會還錢的 那 最前面講的那個 Statistical Parity 是說 我把這些人全部看成一樣 然後我在這兩個人裡面 各取一樣的比例 然後借錢給他們 那 這個 我剛剛講他的效用會不太好 Eco of Returning 稍微改進了一下 就是我們不考慮那些灰色的人 我不考慮那些真的不還錢的人 因為他沒有良心嘛 就不管他 那實際上 我們只關心那些真的會還錢的人 然後我在會還錢的人那裡面 找一樣的比例的人 借錢給他 所以他最後會得到的是 True Positive Rate 這個True Positive Rate 就是真的會還錢的人裡面 你實際上借了多少比例的人 借錢給多少比例的人 所以我們只照顧那些最後真的有還錢的人 然後公平的對待他們 但是不還錢的人那些人 我們就不管他了 這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機會均等的意思 然後剛剛講了這幾個 稍微講了這幾個不同的公平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考慮真的拿一個 機器學習的模型來研究他 到底公不公平的話 我們就要檢驗他如何不合剛剛那些條件 那這也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實際上能夠怎麼檢驗那個 模型到底符合哪一種公平的條件呢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很詳細的講這件事情 基本上你要檢驗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因為他是隨機函數 所以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你把測試資料丟進去 然後看看他出來的機率分布是不是符合你要的 那你丟的足夠多次的話 就能夠越來越相信這個模型 應該符合我們的要求 那基本上資料推學家在訓練模型的時候 也都做這些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的有效的程度 就看你收集的資料夠不夠完整 夠不夠多 你取樣能夠不夠好 然後你做的測試夠不夠多次 那另外一種取境是用情勢驗證 因為他們這些函數它都是經由多項式計算算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利用那個那個那個 程式設計上面的情勢驗證去驗證他說 這個模型在這樣的輸入的條件下面 是不是會符合剛剛講的那三個 公平性的條件 那這個是 但是這個部分是比較 發展比較慢的 因為 形勢驗證大概到去年才比較 有一些 paper 是 就是針對機器學習的模型和公平性去對它做形式驗證 那現在看得到的應該只有這些東西的結果 所以我們還要再看看以後還會不會再做這些東西 那這些剛剛講的那幾個條件其實驗證起來都不太容易 他們的運算上面都會蠻花算力的 所以不是很多地方能夠做得出這種研究 那另外我個人比較關心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公平性其實有第三個條件是 Equal Opportunity 就是機會均等 這件事情要怎麼測試 這件事情要怎麼測試 為什麼是個問題呢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剛剛這個圖 我剛剛說 Equal Opportunity 就是第三種公平的條件 它不是考慮整理的人 它只考慮那些真的會還錢的人 然後只要對他們公平就好 其他人不管 那問題來你們怎麼知道誰會還錢 就是一個人會不會還錢 只有你真的借錢給他 然後時間到了另運揭曉 你才知道 你沒有辦法在借錢的時候就知道他會不會還錢 所以你今天拿到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你怎麼知道他的預測是符合Equal Opportunity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拿你的歷史資料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個辦法 你由你過去發生的歷史 丟進這個模型 看看它不符合Equal Opportunity的條件 那這樣的測試是合理的嗎 這樣的測試會有一點填差 因為假設我是一個銀行 我當然不會公平的借錢給所有的人 我一定是借錢給我覺得最有機會還的那些人吧 所以你收集到的歷史資料本來就是傾向於那些會過去有還錢的紀錄的人 那對於那些不會還錢的人 你收集的資料是很少的 所以你用這樣的歷史資料丟進去測試這個模型的話 你會因為歷史資料的偏差對於這個模型的評估也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現在比較沒有看到這個能夠怎麼做的 所以Equal Opportunity雖然是最晚提出的公平性的條件 而且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要怎麼樣確認一個模型 就是提出這個做法的人他們當然有一套訓練模型的方法 然後你用他的方法訓練出來的模型根據證明會符合Equal Opportunity 就是他的性質會是這樣 但是假設你今天隨便就是路上撿到一個模型 然後你要怎麼知道他符不符合Equal Opportunity 或是有人宣稱他符合 但是你要你要怎麼驗證他講的這句話對不對 那這個就目前應該是有辦法論 就我所知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所以這是一個有待研究的事情 好 最後講一些關於公平性這件事情的一個新問題 因為演算法的公平性是一個滿新的滿新進出現的問題題目 然後一些新的問題在冒出來 所以有一些東西會比較連散 第一個是我剛剛講的是純粹數學定義上面的公平條件 那他完全只看你這個人身上帶有的屬性去判斷 現在有一些研究的取向會覺得我們可能要考慮一些社會的條件 所謂考慮社會條件的意思就是考慮在政治哲學上面 我們怎麼樣對待一個人才叫做公平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會認為所謂的公平是對於比較弱勢的人 我們應該更加的照顧他 像這種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 能不能用公平的方式矯正過來 這就是現在可能會有些研究希望把公平的條件往這個方向調整的情況 Composition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 就是目前為止所有的研究都是在看單一個Plasibar 單一個模型 它的輸入跟輸出是不是符合公平的條件 這個是在看你把好幾個不同的模型湊在一起 他們各自都符合公平的條件的話 湊在一起會不會還是夠好的還是夠公平的 但是其實結果會有一點出乎必要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冒出來的問題 在實務上怎麼會遇到的研究的老項 然後第三個是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那個runwayp.look有點像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那些假想中的實驗都是在想 我有一個模型 然後我丟一次輸的資料 它冒出一次輸出 我測試這一次的結果是不是公平的 這個問題是在研究 假如我真的用了一個公平的機器學 去學習的模型去做 比如說這個應該也是銀行貸款 去做銀行貸款的話 那長期來講會發生什麼結果 因為銀行貸款是會有後續的效應的 如果我帶錢給一個人 他還錢了 他的信用點 信用平等會上升 那如果他沒有還錢 他的信用平等會下降 所以如果我部署了一個這樣的模型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分配借錢的機會 然後給人的話 有些人就會因為這個模型 他借了錢又還錢 他的信用平等會上升 有些人會因此而下降 所以這樣子 就是他對這個社會造成的效應 是不是很希望他前進的方向 那基本上所謂前進的方向是什麼意思呢 對銀行來講是希望賺錢 對但是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來講 不見得是這樣 基本上研究社會科學的人 是希望這社會上面 每一個人的信用平等都上升 就是希望每個人都往正上的方向去前進 那如果你以這個標準去定義 你的正面的價值是什麼的話 這個研究會告訴你說 你部署一個公平的模型下去 不見得會往這個方向走 他可能會讓評價好的人 更好評價壞的人更壞 所以他就不會變成是 所有的人都往好的方向走的人 那這個是最近才看到的這種 對於公平性的模型 如果長期讓他跑下去產生 一大效應的話 會有什麼結果的研究 剛剛講的公平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一點政治哲學上的問題 然後可能是一個有點仇向 不太好理解的 隱私就比較好理解 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在這邊 解釋我們為什麼需要隱私 但我會講的只是一些 對於在機械理研究上面 我們一般用的隱私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比較有發展的東西 其實是在供給的地方 就是我們怎麼樣供給一個模型 然後裡面取得隱私的資訊 那一樣我主要會參考的是 這兩天的報告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是Differential Privacy 中文應該叫做差分隱私 這是我們現在在討論 統計資料鋪 或是機器學習的模型的時候 最常用的隱私的看法 那機器學習的模型 基本上也是一個統計資料鋪 因為他就是為一堆訓練資料進訓 然後他突出一個 那些訓練資料所產生的 很複雜的統計的結果 結果是個機率分布 所以他也是可以看作是一個統計資料鋪 這個差分隱私的概念是這樣來的 首先是很早以前 70年代左右 有一個叫做Delanius的人 他提出了一個 對於統計資料鋪的隱私的看法 他的看法很單純 就是所謂我們今天要建造一個統計資料鋪 我希望他保護我的隱私 那保護我的隱私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資料鋪跟沒有這個資料鋪 其他人對我的了解都不會有改變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這個叫做保障我的隱私 那這個就是後面這邊講的 Absolute Disclosure Prevention 就是建造的這個資料鋪完全不會 對我產生更新的disclosure 洩漏我更多的隱私的資訊 然後我在前面就是這邊寫 Possibility 這個就是後來有人證明了 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後來的人證明了 Denarius的這個條件很困難 例如這邊是他的一個很直觀的看法 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很困難 他舉的例子是假設我這個人的身高 是一個隱密的資訊 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那今天有人建造了一個資料鋪 是全台灣人的平均身高 這種東西統計資料鋪上可以容易產生 再來是如果一個人可以取得另外一筆資訊 我這個人比全國的平均身高高了多少 應該高了20公分 假設一個人取得了這個資訊 那有沒有這個統計資料鋪對那個人有沒有影響 當他沒有這個平均身高的數據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得到我身高是多高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取得了這個資料鋪的權限 他知道台灣人平均身高是多少 他只要加上這個資訊就可以算出我的身高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個資料鋪的存在 對於我的隱密資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開始是不會洩漏的 現在出現的這個資料鋪 我的隱密的資訊就會洩漏出去了 所以主要的關鍵是幾個 一個是這種從旁邊 從這個資料鋪以外可以得到的 附加的資訊是很多的 然後你用這些資訊可以配合這個 這個同期資料鋪去得到我的隱密資訊 這種做法是很多的 另外一個值得看的是 這個統計資料鋪其實 我有沒有被算在裡面根本不重要 就是統計資料鋪身高 身高應該不會 身高應該不會是全部的人的身高 統統加起來然後算凝絕 他應該是做一些抽樣調查 然後算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抽樣不管有沒有抽到我 他結果都會對我的隱私造成影響 所以我有沒有被這個統計資料鋪涵盖進去 結果都會破壞我的隱私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那個Dorick就說 以前牛頓說那個 牛頓力學告訴我們空間是相對的 然後伊斯坦說時間相對的 然後Dorick後來說 你剛剛講的那種absolute privacy其實很困難 但因為privacy這件事情也是相對 就是說我們要考慮的privacy 不是說一個資料鋪出現 它會不會絕對的影響我的隱私 而是這個資料鋪有包含我跟沒包含我這兩個情況 相對起來的隱私有沒有被侵犯 有沒有洩露出更多的資訊 所以differential privacy是講說 假設我有一個統計資料鋪K 然後它用來做統計的採樣的資料叫做D 它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D1一種是D2 D1跟D2的差別只會差一個人 假設是關於我自己的隱私有沒有侵犯 D1就是有我的取樣資料 D2就是沒有我的取樣資料 除了我以外其他這兩個資料都一樣 那這兩個資料 KD1跟KD2 它預測出來的結果不應該差太多 這就是我說的那個differential 就是兩個情況相比起來有沒有差太多 那這是關於我的情況 如果一個資料簿對於全國所有的人來講 都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它就保障了每個人的名字 那它就是differential privacy的資料簿 這邊有寫這個differential privacy這件事情 是Dork發現的 他提出來的 那我剛剛在講公平性的時候 有講到individual fairness 但也有個Dork 這兩個Dork是同一個人 原因是因為這兩個條件 其實背後的底層跟那個數學式是一樣的 就是individual fairness 只是differential privacy的一個改寫 它用的數學式一樣是那個lipses的連續性的條件 所以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把differential privacy裡面 用不同的長距離的定義來帶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要求這個資料簿要符合 和individual fairness的條件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一樣 因此他們可以用同樣的做法 剛剛講的那些differential privacy 其實我嚴格來講 跟機器學型沒有太大關係 而且他的統計資料簿都可以用 那關於這個privacy 怎麼樣實作在機器學型的模型上的話 現在有一些研究出現了 這個大概是兩年前的 他們基本上是修改了一個 機器學型的模型的訓練有一個sotac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的演算法 他修改了那個演算法的loss function 然後讓這個loss function得到的結果 會符合differential privacy 那這個部分就是比較單純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個這樣的模型 做一個這樣的模型的話 你就需要搞清楚他怎麼做 那我所謂的比較單純的意思是說 比較複雜的東西在這邊 就是後來有一串的研究在研究這件事情 叫做membership inference attack 這件事情是在攻擊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他攻擊希望得到的資料是 就是某一個特定的人 有沒有出現在這個模型的訓練資料集裡面 那這個為什麼會侵犯人的隱私呢 比如說假設我們的衛生署 釋出了一個訓練好的機器模型 他的資料是來自一個全台灣的 某一個特殊的疾病 比如說血友病之類的 所有的病例資料 然後他訓練在這個模型裡面 告訴你說我沒有把這個資料濃度出去 所以他沒有隱私的問題 另外一個 他把這個模型釋出來給大家使用的話 別人就可以考慮去攻擊他 如果他可以攻擊這個模型 然後得到結論說 如果我有出現在這個模型的資料集的話 他就可以知道我是帶有那個特殊疾病 所以用這個方法可以達成對隱私的攻擊 這就是剛剛的解釋 這個做法的概念是說 有一個模型 剛剛衛生署釋出了特殊疾病的病患的模型 然後他隨便舉了一個資料 就可以是他認識的人 或隨便找一個人 或是假造的一個人 然後他可以用黑箱攻擊的方式去看出 那個資料有沒有在這個模型的training data裡面 這聽起來有點神奇 但是這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篇論文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訓練一個資料去猜這件事情 你可以訓練一個模型去猜這件事情 猜說某一個資料有沒有在剛剛那個模型的訓練資料集裡頭 那用猜的方法 你就可以打成黑箱攻擊 能夠猜的中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因為機器學習的模型很容易有overfitting的問題 overfitting就是對於 一個模型是要一直去計算他的訓練資料 然後得到一些經驗 得到一些weight 然後他才能夠做後續的預測 那如果你把一個模型跟一個資料 放在一起訓練太久的話 他可能會變得太熟悉那些訓練資料 然後他在這些訓練資料上面的行為 跟他在野生的其他外面的那些資料上的行為 就會有一些些的差異 雖然他們預測的結果可能還是很接近 就是只考慮那些最顯著的標籤的話 他可能還是很接近 但是他的機率分布上的行為會有差異 那你就可以訓練一個模型 訓練一個新的模型去偵測這個機率分布上的微小差異 然後來看看他是不是出現在訓練資料機裡頭 剛剛講的就是 基本上在privacy這件事情上面 有點像是在 Differential Privacy有點像是一個理論上的目標 然後大部分的研究是在看說 我們要怎麼樣達到這個privacy的條件 怎麼做比較好怎麼做比較快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像是有一個明確的終點 然後大家在往一個地方前進 但是在攻擊的這個方面 就是一個到處野生物 然後一直冒出來的情況 所以那個部分的進展路比較快一點 那剛剛講的那個membership inference attack 就會有一場算的vapor一直跑出來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攻擊方式 跟研究為什麼這種攻擊會有效 所以最後講一下結語 再打一下廣告 明天有一個議程 明天早上有一個議程 叫做科技社群如何參與科技政府規劃 你真的需要搞出一個政黨出來嗎 我要廣告這件事情是因為 一方面我也在這個計畫裡頭 二方面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那些研究的結果 講了一堆研究的結果跟數學 基本上要講的事情是 有很多的研究結果 已經告訴我們公平這件事情 跟保障隱私這件事情 它是自然就會出現的 你一定需要有一些介入 然後你需要一些管制 就是市場上的管制 或是政府方面的管制 政策上的管制 去讓這些行為被矯正過來 它才會往好的方向前進 所以在研究 研究演算法的倫理 跟公平性和隱私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研究說 我們能夠怎麼樣制定 政策去讓市場上的 廠商開發出來的產品 跟演算法都往好的方向前進 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會推薦 有興趣這個議題的人 可以去參加明圈的工作方 那同時 剛剛明圈也有講到 像在GDPR裡面 它就明確地說 每個國家都要有專責的 隱私全保障 跟資料保護的經管機構 要有這樣的機構 你才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 讓每個人都知道 你的模型要保護你的使用者 然後要維護公平性跟維護隱私 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如果他們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的話會累罰 這樣才能夠讓整個市場 往那個方向發展 然後最後 因為我是電腦工程師 所以我要講一下這個漫畫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記者 在訪問電腦工程師 然後記者訪問電腦工程師 然後電腦工程師說 不要相信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這句話在講的是 我翻譯出來就是 我不太知道要怎麼說明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整個領域的人都做我們 做的工作都做的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要依賴我們的話 那每個人都會死掉 就是這句話 If you rely on the several will die 那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然後剛剛那個漫畫 其實講的是去快練 去快練的電子投票系統 所以其實比較適合在上一個講題 出現 但是我放這個漫畫 也是再重複告訴大家這個訊息 就是我們其實 雖然做得出 就是身為電腦工程師 我們當然做得出一些 可以達到某些效果的產品 但是其實我們不見得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要借順恐懼 然後需要外面的力量來監管我們 才能夠避免大家都使用 最後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個議程從45分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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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